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乔老师 很多男生在床上的时候默默耕耘 一句话都不说 有时候想说点什么呢 又感觉好像有点难为情说不出口 那实际上我们在性爱的时候 能够在床上说一些脏话 也就是dirty talk 会有助性的效果 而且也不会显得看起来很尴尬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 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些什么 首先呢赞美呢肯定是不能少的 但是赞美呢一定是要配合场景的 比如说你可以把脸 把鼻子凑进他的脖子的时候 然后吸一口气 你好伤啊 又或者说当他在床上的时候 你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他慢慢的稍微开始发出一点点喘息和交喘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可以抓住机会说 宝贝你好骚啊 这样子呢就不会显得夸得很突兀 有一些男生呢夸起来呢 让人非常的尴尬 比如说对方明明胸很小 他非要说宝贝你的胸好大 我好想把脸都埋进去 那你这不是变相的在说人家胸小吗 还有的就是或者说对方明明在死于躺 你却还偏偏要夸他 宝宝你好骚啊 那你这样很容易让人家误导啊 他还会以为自己真的这样很骚 女生也是一样的不能盲目夸 比如说男生的鸡鸡就是很小啊 那你脱了他的裤子之后 你还非要夸他 宝贝你的鸡巴好大 那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所以呢还是要有一些比较自然的 比较真诚的夸 虽然我们夸他是为了能够给我们的性爱 增加一点乐趣 住住性 但是呢也是不能缺少真诚的成分在里面 或者说你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可以夸的 你可以夸他的皮肤很滑呀 身材很好啊 腰很细呀 找到一些细节去夸 或者是头发很柔顺呢 发型很酷啊 都可以啊 那么除了夸对方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说点什么 其实我们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 是两种不同的性能量在做碰撞 那在碰撞在博弈的话 那我们肯定要放些狠话出来 对不对 那就是挑衅了 带一种轻蔑的挑衅 你都失成这样了 还说不想要啊 我看你很想被我干的样子嘛 你要是再不听话 我可就要狠狠的干你了 我就喜欢看你在床上 被我干的浪叫的样子 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带有一点轻蔑的挑衅的话 不是吵架 话语一定不能 你的话可以很狠很骚 但是你的语气不能狠狠 不然听起来就像是吵架一样 个臭嗨我要干死你 我就这种的话就有点扫兴的感觉 这种就听起来就不是那么酥 说话的声音呢 可以放慢一些啊 不要说的太快 然后语气呢应该是平缓的 就像那种不经意的轻调 不是那种很用力很故意的 那这样子听起来呢才会比较酥 听起来才像在调情 而不是在吵架 尽量的话呢就少说一些疑问句啊 什么大不大爽不爽啊 就这种的话其实 女生是很反感听到这样的话的在床上 那除了在性爱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可以说一些dirty talk的话呢 其实我们在见面之前在网聊的时候呢 也可以说一些比较调情的话 在网聊的时候的调情话呢 可能就会比较关注于细节吧 你可以讲述一些场景细节 让对方呢脑子里面有这么一个幻想 比如你可以说我现在就想抱住你 把你的裙子撩起来 然后把你的内裤掰到一边 直接这样干你 干到你的水都流到你的大腿上 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的场景的描述 细节的描述 这也属于调情的一种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禁忌的 用词呢也会有一个挑选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小骚逼 小母狗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爱称 但是如果是死骚或死贱逼 或者是死烂逼 臭烂逼 这种就听起来就 就很粗俗 就一点都不调情啊 一点都不浪漫 没有爱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选择词汇的时候啊 或者是对方的称呼的时候呢 就尽量不要用这种 像是吵架的这种称呼 总而言之呢 在床上的delit talk 可能是非常容易看出 一个人的隐形人格的 比如说有一些男生 特别的具有战犹豫 那么他可能就会说 你天生下来就是被我干的 只有我才可以把你干得那么爽 那他会说一些 诸如此类这种话 就比较有战犹豫的那种 或者说有一些女孩子 比较喜欢在床上 就情不自禁的会叫爸爸 然后会说干我操我 干死我之类的这种话 那其实多多少少 也会偏有一点M倾向 所以这一方面的话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关注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多给我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拜拜